是你 沉默的 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过一致的 你是痛苦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 沉默的 是你 沉默的 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我看看像一只 你说我像是什么 你说我像是什么 没什么 你刚才说了什么 像一种职业女性 什么职业女性 导购小姐 温柔又大方 热情又漂亮 你刚才说了我像一只什么 孔雀 西双版纳的孔雀 特别漂亮 真的 徐晓阳 不要跟我说实话 我打开你另外一条腿 打开你另外一条腿 完了 不过说实话 你觉得是这么做成吗 那只有这样了 你也知道 服装店我们占大半的股份 如果损失的话 对我们多不好啊 对了 晓阳 帮我找本书 明注 你在书干吗 我不可能在那儿干等嘛 好 我帮你找 我只希望唐英啊 别让我陪了夫人又折兵 嗯 去了啊 唐英啊 唐英 唐英 唐英啊 唐英 唐英 你怎么睡觉还戴着眼镜啊 是不是眼睛不好啊 云山大叔 您不知道 我这眼睛啊 天生就对油漆过敏 前两天装修房子还行 这两天啊 一刷油漆 我这眼睛就受不了 人家都是见风流泪 我这是见漆伤悲 是啊是啊 我看你这房子 眼下也没法住 干脆吧 你就先帮我那去吧 那多不好意思啊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接力接方的 再说我那房子 闲着也是闲着 你呢 这装修实在没法住 等你装修好了 你得搬回来嘛 那太麻烦您了 哎呀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知道这年轻人呢 要干翻事业不容易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那怎么行 您站好了 我得也谢谢您 给您鞠个躬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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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虚头巴脑了 收拾走 走走走 那您等会儿 我去拿东西 阿姨 高城怎么样 没什么 是不是听说事情要回来 这心里有点紧张啊 仙勇跟施竹啊 去接他们去了 对 我估计他们现在 可能都接上他了 你别紧张 实情这孩子啊 心眼儿好 过去的事啊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我觉得他要是回来 看到你在家里 肯定会高兴的 准备 什么事 你干嘛呢 我这外头忙的 脚打晃脑勺 你刚好会想清福 还照上镜呢 大剑 我的脸好了 而且感觉比以前还好 你说呢 我都快累死了 你帮帮我好不好 赶紧赶紧换衣服 走 没事 姐 我还有事呢 什么事啊 买书 买书 对 买书 学习 我走了啊 学经理 忙着吧 你是 哦 对了 不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呢 是唐阴先生的朋友 唐阴的朋友 你不用猜了 我就是为唐阴的钱的事来着 钱 庄阴先生的朋友 要钱没有 还是那句话 那您的意思是说 还是不给是不是 不是不给 是没有 那好了 那我们就走着瞧 你就是坐在天花板上 也没有用啊 喂 啊 是你太太 给我 许太太啊 我啊 我是娶经理的女朋友 对 真的 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我们在一起特别好 跟你们接触的时间差不多 你又什么事 也跟我说吧 就跟我说吧 快跟我说 我们待会儿出去吃饭呢 老婆老婆 你别听她瞎说的 你赶紧说吧 是我是我 这个臭女儿 她要陷害我 你可别多想啊 我跟她没什么 我真的没什么 你听我解释 你别生气 谭音乐 这是原来 可可住的地方 你就先住这吧 云山大叔 这房子 是不是和可可住的时候 摆设是一模一样的 你怎么知道 我学过心理学 一看啊 您就是怀旧重感情的人 轻易不会动亲人住过的摆设 看不出来 你还什么都懂点啊 云山大叔 您是不是 时常还想着他们 想有什么用 他们都在新疆 这房子一空啊 我心也就 空空的 这下好了 我来了 您以后啊 爱把我当成他们当中 谁都行 我以后有空啊 就多给你聊聊天 您就当多收了个临时孩子 行 今晚吃 陪我喝酒 哎呀 铁眉姐 你到底要买什么呀 你这儿有没有那种书 什么书啊 关于女性怡态的书 哎呦 铁眉姐 你够时髦的了 现在又实行关女性叫怡态了 你是真听不明白 是装糊涂啊 我说那怡态啊 是关于女性 穿衣打扮 还有走路吃饭的那种书 哦 这个 嗯 我知道了 小沈 你这儿又是书又是杂志的 没事看看书 看看杂志 家里哪儿也有学习 哎 铁眉姐 你看看这本怎么样 嗯 内容还真不错 二十 贵了点了 不够 二十我也要了 来一本 书籍杂志 今天一律半价 给我十块就行了 嘿 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杂志也消价 给我十块钱就行了 你先拿着 你先拿着 我再看看别的 你先拿着 我再看看别的 哎 妈 先猶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石秦他们呢 贝贝和石秦呢 哦 贝贝啊 贝贝的病情还在观察 所以他们一下飞机 就把贝贝送到医院去了 他们现在在医院 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一声 哦 贝贝还在医院呢 那我得上云山那儿去一趟了 您上那儿干嘛呀 我得给贝贝做一个大蛋糕 好给他们送过去啊 哎呀 您费心了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打人了 我没打你这儿怎么呀 干嘛呀 干嘛呀 我跟你说 我连一个头发丝都没放在里 你别许过喷人 太不像话了 一个大男人 怎么连个姑娘都不放过呀 你们都看着什么了 你们就跟着瞎掺和 老板你放得到 老板你有所关系 不是 我就说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你听什么说我大人 快脸 你在呢 太好了 怎么了 甜美 你匆匆的 我想跟你学学女人的姨态 学姨态 这是我刚买的书 我刚才随便翻了几页 内容还真挺好的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怎么真正的从头开始 反正啊 我学什么东西 都喜欢请个正经的老师 这不 我拜你为师了 少来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那个姨态呢 就是坐立行走 然后最基础的就是走路 对 走 咱们大家不都每天走路吗 那也用学 那怎么能一样呢 不 要不然你给我走一个 我看看 甜美 瞅你走这两步 就像春节赶火车一样 一点都不淑女 看着 像这样 脖子呢 要伸直 这样的最能体现女人的气质 收腹 顶胸 抬头 下巴抬太高了 小姐 我告诉你啊 挺胸呢 绝对不是台下巴 收腹呢 也不是撅屁股啊 记住了啊 走起来的时候 腰部和臀部要左右摆动 来 跟我一起走 再走一遍 真麻烦 怎么样 甜美 你走起来就像晒干的鱼干一样 来 我再带你走一遍啊 收腹啊 走 好了 好了 你也别练了 一时半会儿练不会的 回去慢慢练吧 说说你和萧邦吧 怎么样了 怎么 你也问我和萧邦的事 好像这幸福街上 没有人不关心我和邦的 那你就说真的吧 我和邦子是经常在一块儿 虽然萧邦还没有真正 完全地和我把事情说清楚 可我知道他喜欢我 你能确定啊 那当然了 他不但给我点歌 还天天穿着我给他织的毛衣 这还不够啊 这个我倒不觉得能证明什么 甜美啊 感情这个问题呢一定要特别慎重 我觉得在关键时刻才能看出来一个人他是否真的爱你 患难才能见真情啊 看看你说的那么可怕啊 来来来 咱们继续练 我走 你看着啊 好吧 哎 芸汉 你在这儿啊 我四处找你 莉莉 你看看 从魏康和亲亲走了以后 我连个说话人都没有 朋友都在这儿 不到这儿上哪儿去啊 这不 今儿我把那唐英啊 给请假去了做个伴儿 以后兴许 就不来麻烦你们了 哎 你这是哪儿的话啊 莉莉 来 你坐吧 你小心哪 就怕你请神容易 送神难 凡事 你怎么不往好处想啊 行了 说点正经事吧 贝贝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 她还得在医院里啊 观察一段时间 时珠时琴啊都在那儿陪着她 我想让你帮我啊 做一个大蛋糕 给他们送过去 没问题 这不我有时间 走 走 哎 莉莉 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差点忘了 这还你封信呢 信 多犯了你啊 走开 拍一看 哎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哎 怎么着 你怎么打人呢 打你 打你都是亲的 结婚这么多年了 平白无故 多出了一个女朋友啊 你说我该不该打你 她是 她不是 人都在这儿 你还说不是 做男人应该敢做敢当 就冲你这份窝囊劲儿 我还得打你 哎呀 别打了 小心把人给打坏了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插这么嘴 你瞎插我什么呀 哎 不对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 这所有的事都是因为你 你还当着我的面跟他说话 不是 我没有老婆 你瞎插我什么呀 哎呦 这就要被你一种了 你没关系 我没 哎呀 行了 哎呀 你就别闹了 你就不怕丢人吗 啊 你说你在这儿闹了 你说 往后我还怎么在这儿困呢 我丢人 我不怕丢人 你比我更丢人 今天你在这儿 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 立刻跟他一刀两断 好好好 你先坐着 好吗 我先给东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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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姐呢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哎呀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你厉害 好吧 我服了 你比我老我还厉害 哎 你跟谈人说 明天 明天我一定还钱 反正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 明天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 后果自负 好 我自负 我自负 拜拜 哎呀 来来来来 回来了 来来来 回来了 哎呀 师姐 阿姨 回来了 你躺过呀 阿姨看看 你看看 这脸色比走的时候好多了 到底是法国的水土 真是养人呐 阿姨 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我看气色不太好啊 是吗 没什么呀 快来来来 来来 走走走走 你跟我们说说法国怎么样 法国呀 挺好的 就是东西太贵了 我估计比英国也差不了多少 不过还好 因为北北的关系 很多地方我们都不用花钱 人家给咱提供的条件挺好的 法国人很好客 可惜我的法语不好 要不然会交很多朋友 是吗 哎 姐 你刚回来也累了 待会儿去屋里休息 可以吗 快给姐姐倒杯水 好嘞 喝点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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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子 干活呢 好 来了 嗯 来 给我 方子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岁岁平安 哎呦 我 哎呦 没事吧 你看 这么不小心 等一下啊 我去你们拿脚步 它当时 dizu 快送下来 太八战了 都如舍 你不 を 点凳 她叫 своим 去那么 nice 就 KY 不是 今天大家都在 我有件事要跟大家说 我跟妈妈商量好了 我们决定搬走 为什么 其实 我们早就应该搬走了 因为大家相处得很好 所以 真有点舍不得 现在家里这么多人 我想实在是住不下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搬走 比较合适 阿姨 先有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我也不强留你们 不过先不用着急 等回头找到合适的房子 再说吧 那现在怎么住啊 世秦 你分配吧 我们大家 还是跟以前一样住啊 我跟石竹 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就行了 那 你跟高成 我们两个已经分居了 你看咱们在这儿 这儿都加两块板 有这么厚就行了 你说的行啊 对 唐英请我吃饭了 没问题 凭什么呀 以后不许在我专注工作的时候 跟我谈吃的事 因为妈 我帮你已经把钱要回来了 不会吧 你是说唐英钱的事 那当然了 谢谢 唐英 阿兰把曲经理欠你的钱 可全都要回来了啊 是真的 那当然了 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好好 阿兰 我真应该给你发个军工招 把小杨的那半也给你 军工招呢就不用了 我做这么大贡献 起码应该算骨头之一吧 没问题 你就等着年纪分红吧 耶 耶 来 慧玲 哟 天梅 慧玲你看 你这手怎么弄成这样了 慧玲 正像你所说的 我和肖邦会完全见真情了 天梅 你太痴情了 就那一瞬间 我见到了 我见到真情了 姐 我觉得你从法国回来 变化特别大 其实啊 我也是出去了才想明白 我早就应该学会 自己独立的生活 可能是环境变了 很多事情想清楚了吧 那 你和高成 关于我和她的事情 我想我们两个人 都应该好好地冷静想一想 在法国的时候 贝贝在医院里 有医生照顾 我突然有了好多时间 我就经常一个人 在街上走着 边走边想 想明白了好多事情 我要是早一点有这样的机会 反省自己的婚姻 也许 我的婚姻 就不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可是高成她会反省吗 我不管她怎么样 我自己得想通了才行啊 要是像以前那样 糊里糊涂地过下去 这种生活太可怕了 时候不早了 我能睡吧 我睡不着 我也是 姐 我觉得你的变化真的好大 施主 过去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我总是一个人 在心里忍着 稀里糊涂地忍着 不说出来 可是现在 我就不这样想了 我不能再这样 稀里糊涂地过下去 我呀 要过自己的生活了 姐 能这么想 我真高兴 放心吧 姐啊 不再是以前那个 稀里糊涂地 凡事都忍着的姐姐了 哎呀 我求你别打了 哎呀 哎呀 你别打了 祖宗 嗯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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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演唱 fr 我就是快乐 我就是快乐 为你付出的 再透过一制 plague 而你是同路人 我就是幸运人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成佛人 是你成佛人